上回講到,蔡金花被請去參加 歡迎張恨水、歡送李虎蟬的茶話會 大小說家張恨水、大畫家李虎蟬 都很敬佩她、同情她 很多女畫家、女詩人、記者、學生 就圍著她,七嘴八舌地問她 蔡金花就笑說 以前,我跟紅狀元的時候 真是享盡人間幸福 還跟著她去歐洲,呼吸文明空氣 什麼世面沒見過 真是可以說,曾經滄海難為水 隨卻無山,不是雲 唉,紅眼薄明 回國之後,紅狀元過世了 紅狀元夫人就把我趕出家門 我走投無路,才淪落風塵 在女人背後,不知道誰在問 魏太太,那你跟雅德西究竟有沒有那些事 曾薄那本葉海花影響很大 蔡金花嘆了一口氣,輕輕拎下頭說 唉,那本書的事,我真的不想再提起了 當初還沒嫁紅狀元的時候 曾薄很喜歡我 後來我跟了紅狀元 他就恨我 就拿小說來誹謗我 其實我跟雅德西怎麼樣 他又怎麼知道 他看見了嗎 我在歐洲的時候 雅德西已經五十八歲了 八國聯軍的時候 他已經六十八歲了 那周圍那些人 噢,吵起來了 原來這樣真的好笑 有些就說,六十八歲? 唉,走都走不動了 有些就說,原來是假的 曾薄為何把他寫成是個少年 嘻,如果不寫成少年 又怎麼寫得他 抱著六圓琴 站在中國駐德國柏林大使館的窗口下面 彈琴來勾引大使夫人 那又有人說 喂喂喂,庚子第二年四月 疑亂電火足 有人寫詩說 雅德西脫了三褲 抱著蔡金花跳槍出來 雅德西六十九歲的 有這麼大本事嗎? 而聯電的窗口 來地下足足兩三個人這麼高 蔡金花等他們都議論完了之後就說 唉,這些假渡學 認為曾薄不會是喜歡過我 那就相信他們說 有沒有這件事,他們怎麼知道 只有我和曾薄的心就最明白 他們覺得我是在風月牆中過來的 就硬說我和雅德西睡過 睡沒睡過,他們見了嗎? 沒見又怎麼可以亂說的? 他們跟那些達官貴人一樣 見了洋人就低三下四,嚇得腳都震了 那怎麼知道呢? 那天就有位新報的記者在場 後來把蔡金花這次的講話 就登了在新報上頭 這下曾薄就茅了,快發表聲明去解釋 那看過他發表的那篇所謂自術的文章 都說他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鄰居阿爾不曾偷 反駁都沒有力量的 有些人還說他是不是被蔡金花激猛了 那自從蔡金花被《實報》宣傳出去 這兩年,蔡金花就成為所有報紙 和人們的議論中心了 就像蔡金花那樣,人都仍然在生 就有這麼多種藝術形式去寫他 實在是很少見的 有詩歌、小說、傳記、本事等等 不再說,只是舞台戲就派有十幾出了 二十年代的《金華夢》 三十年代的《怡和院》 有順惠生演的蔡金花 新艷秋演的《藏元夫人》 還有洪佛西寫的蔡金花 夏演寫的蔡金花 等等 上海明星公司 甚至準備將蔡金花這一生的遭遇拍部電影 還選定了影后蝴蝶演蔡金花 蝴蝶為了這樣,還寫信給蔡金花 問了他很多事情 南京大世界遊樂場的老闆 又寫信給蔡金花,請他來南方表演 說保證每月五百元酬勞 錢是不少 但是蔡金花已經腦弱多病 無能為力 就複信拒絕了 最虛陷的是上海四十年代劇社 在上海上演下演篇寫的七幕畫劇 蔡金花 著名電影演員黃瑩演蔡金花 金山演李鴻章 張奕演瓦德西 其他還有歐陽山專、劉瓊等 六七十人龐大的演員陣容 很多都是當時大名鼎鼎的紅人 還有由史東山、洪森、歐陽余善、思徒衛敏等影劇名家 組成了導演團 這趟演出一炮打響,轟動了大上海 當時那些報紙為刺激讀者增加發行量 三頭兩日就要登一些關於蔡金花的消息 但是蔡金花就因為欠的房租 計計賣賣已經有幾百元了 房東去催俄,他都沒辦法玩 房東就向法院控告 法院就判蔡金花端午節前要搬走 法院的判寧就貼在他門口 那張寫著江西藝語的舊紅紙旁邊 蔡金花的窮困再次引起社會上的同情 梅蘭芳等四大名單 馬連良等四大蘇生聯合起來為蔡金花而演 劇場經理就把這件事告訴蔡金花 被金花很開心、很激動 經理還請他在二演開場之前 去戲院向觀眾說幾句說話 蔡金花當然很高興地答應 誰知道到了二演那天 蔡金花沒有按時去戲院 沒有跟觀眾見面 四大名單、四大蘇生都化好妝 在後台等著 但是怎麼等,蔡金花也沒有來 台下的觀眾就慢吵 後台經理就急到揮頭揮耳 沒辦法 經理就叫了車 親自去居人里請他 到了居人里 車都未停穩 經理就跳下車 急急地闖入蔡金花的家裡 剛好姑媽就站在門口 經理就一額看 姑媽,危太太已經吃得好地地 為何不去 八大老官都上了莊等著她 姑媽就說 去呀 剛才還說去 她說進屋門的衣服就來了 姑媽在說就走進屋去 經理就跟著進去 姑媽拉開房門簾 見到蔡金花坐在桌前 背脊向著門口 那隻花貓仔就蹲在她的手臂上 姑媽就來回頭對經理說 來,看看,是不是呀 經理就伸了頭看進去 是啊,蔡金花坐在桌前面 旁邊佛鞅的香爐還飄著香煙 誰知道突然間 蔡金花的手臂一垂垂低 那隻花貓順勢就跳了落地 叫了兩聲就走了 後來,她們把蔡金花抬上床的時候 蔡金花就已經驗驗一息 姑媽和她弟弟就在床邊哭著叫她 這個姑媽和蔡金花相依為命三十年了 在蔡金花生活最艱難的時候 姑媽都沒有離開過她一天 這兩年,蔡金花經常病 一病就幾個月不起得身 姑媽日夜服侍,衣不解大 確實是古今少有的二卜 那後來蔡金花已經神志昏迷了幾個小時 後來稍微清醒一點 姑媽就說 太太,昨天聽說曾老爺去年六月過世了 就是寫書,罵我那個 是啊,太太 死了啦 死了啦 她就是心凶宅,妒忌心寵 不過她是個才子,死了可惜了 嗯,是有點可惜 那姑媽說完呢 又去沖了半碗仔吐粉給蔡金花吃 她吃了兩匙羹,一會兒就吐出來 姑媽又跟她說 太太啊,明天啊,在中山公園舉行畫展啊 是為你的,易賣啊,賣了些錢給你用啊 姑媽說的畫展呢 就是北平的著名畫家李虎蟬,猴子暴,黃青芳等他們幾個人 見到蔡金花生活得這麼艱難 於是就發起畫展 跟徐碑雄等人,偵襲了六十幾副作品 在中山公園舉行展覽二賣 賣到的錢就全部給蔡金花做生活費 聽姑媽說了這件事 蔡金花的嘴角就露出一絲絲妻苦的笑容 她說,就怕我用不了了,留給你和你弟弟用吧 唉,怎料到我蔡金花今天會這麼淒涼 姑媽就說,自從藝山過世 你十五年如一日,在這間蘭屋搜紙 真是夠勢剛強的了 唉,浮生若夢,侮辱則剛 我死不足卑,我調不下的 是你姐姐,是你姐姐兩個 跟我這麼多年,受盡艱辛 只望有日暈開見月,後抱你姐姐 我現在死了,留下你兩個艱苦 我心不安樂 說完,她又闊了眼 姑媽兩子弟就百般安慰她 她便輕輕睜開眼,望緊她和魏絲鬼的結婚合影 姑媽便會議,過去將鏡架和鏡框下面掛著的翡翠珠花 和那支劍仔拿下來,遞給蔡金花 但她已經無力拿了,只是出力地看著 她對眼已經沒有平日的光彩 她癡癡地看著那張照片 腦裡閃現出洪文興和魏絲鬼的形象 一會兒她又好像在德國柏林大使館的宴會廳裡 她是陰差大臣夫人,穿著有二十四條 扭著銀鈴飄大的雙鈴裙 和步步生花的粉底公鞋 多麼華美,多麼高貴 一會兒她又想起魏絲拱 想起和她這個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的人 如何由相識相知到相親相愛 一會兒她又想起庚子年八國聯軍進京都的日子 誰不知道她蔡金花、蔡夜 救了不少人,做了不少事 沒有了,都過去了 現在就剩下眼前這間又黑又窄的小屋 一盞殘燈,照著瑞藝的蔡金花 她出來拿著那把劍 其實她已經一點力都沒有了 她只是感覺到自己是出力去拿著 那把劍是唯一尊重她人格的人 生前送給她的珍貴紀念品 她要將這把劍一隻帶去墳墓 陪伴她的孤魏 姑媽看見蔡金花,動都不動了 就叫她幾聲,又趴在她嘴邊聽一聽 只聽見一絲微弱的聲音說 我眼望天光,身居地獄 苦苦增殘,就是人的一生 過了很久,又聽到她說 過了很久,又聽到她說 紅老爺來了,毅公來了 他們來接我了,我去了 這個時候,是民國二十五年 即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凌晨兩點半鐘 蔡金花在北平天橋居人里十六號病逝 一袋名花,雕塞在繁華京都的貧民骨那裡 天一亮,姑媽的弟弟就去通知蔡金花的同鄉鄰居好友 沒多久,來了四個人,商量沒有錢買棺木的事 就決定去找前商會會長,請求資助 會長即時表示,她出面代為向各方無決 不夠的她負全責 當晚八點,就買齊棺木和壽意 唸好之後,姑媽和三五個鄰居好友 跟著蔡金花的棺木後頭送她 離開她隱居了十五年的屋子 當晚,就在宣母門外的三聖鵝亭寧 三聖鵝的住持當眾宣佈說 蔡爺有公社會,免收技官費用以示敬意 而且日夜不停念經,為死者超渡 姑媽和她弟弟就立刻跪在地上 連購三個響頭,多謝師傅 成男陶彥廷的僧人,又來到三聖鵝表示 說陶彥廷要割一塊墓地送給蔡金花落座 昏文不受 蔡金花的靈堂,就設在三聖鵝的北縣靜廳 公桌上面,擺著蔡金花生前的相片 立著一個寫著偽召寧非之靈位的數牌 靈堂兩邊掛滿了幻戀,幻象和花圈 各方前去吊宴的人很多 很多社會名流,好像前商會會長 公安局稽查,中亞醫院股東,中法大學教授等等 上書給該管區分鎖,請求救濟 分鎖的所長,請請上級和市政府 撥些桑葬費用 同時,又在實報上刊登無捐啟事 代收捐款三天 第一天收到二、三百元 經劇名老官馬連良的捐贖 北平市市長夫人,社會局局長夫人 公安局局長夫人都捐了錢 除此之外,李虎蟬、徐碧雄等名畫家 捐助的六十幾幅畫,就繼續移賣 賣到的錢,全部給來做蔡金花的桑葬費 除了成立毅兆菲治喪處之外 各界還有不少自動組織的座葬務款機構 有七、八處那麼多 接下來,全國各地報紙 先後報道了蔡金花病世的消息 登載了上海著名影星蝴蝶的幻戀 上海著名的母女李荔捐了一百元 準備公演蔡金花的上海四十年代劇社 匯款一百元,還有電文憑釣 電文寫著,採雲炸散,同時留要八個字 出殯那天,天陰陰落著雪,路很難走 但是蔡金花的生前好友,社會上的各界名流 還有很多慕名的人都來到三聖鵪祭殿 宋濱的隊伍,竟然擺滿大半條街 宋濱的隊伍,故意由蔡金花生前住過的地方經過 繞了很多條路,才到了樂壯的桃園亭 由下午一點鐘開始,到下午四點鐘才到 蔡金花的靈鳩,路經各地的時候,市民圍在馬路旁邊看 女三層,外三層,人山人海 蔡金花生前,有個在師範大學讀書的兒女 當日穿著校服,寸布不離地扶著靈鳩 一直哭著,走到桃園亭墓地 蔡金花的官墓終於落狀了 她的兒女,撲在身墳上,雙手握著泥,哭得很傷心 墳頭的墓碑上刻著,毅照寧非之墓幾個字 十五年來,蔡金花獨手留實,堅守清貧 黃捲清燈,為藝公守治,多麼不容易 但是,美人黃土,千古同概 一代不同繁響的清末名記蔡金花 場面在北京桃園亭叛,與古樹亭台同遂千古 東風甲,彩雲飛,私人一去,不復歸了 看完蔡金花的一生,她還是屬於 舊中國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 是苦難時代,一個命運苦難的女人 不過,不應該在她做過一些 愚國愚民有利的事之後 還反為要她加倍遭受一些人的侮辱和損害 這樣,是很不公平的 真是互乎愛在 各位,清末名記蔡金花這本書 今天就全部講完了 多謝大家收聽